你也可以喔 Canva不只可以製作各式各樣的簡報 圖檔 圖表 他也可以用來錄製和剪輯教學影片 目前 Canva的錄影限制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他只能在Chrome 或者是Suffer瀏覽器裡面使用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如果您的設計是屬於印刷 部分的 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功能可以使用 好那了解了他的限制之後我們來看看 這個錄影工具的基本使用方式 那你可以找到 上傳 在這個地方呢就會有一個錄製自己的一個選項 那麼不論是您使用的是 簡報類的 還是影片類的 都有這樣的功能 按下錄製自己之後呢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選擇 兩個部分 一個是錦路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另外一個呢 就加上我們的螢幕畫面的分享 那當然您可以先從 麥克風網路攝影機 先找到 您電腦裡面 適當的設定 那麼 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記錄 這樣就開始進行 錄製的動作 那麼在錄製過程裡面 你都可以隨時暫停 那麼 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按下這個完成的按鈕 他就會把我們的影片 上傳到Canva 的雲端 空間裡面去 當然如果你覺得不太滿意的話也可以透過刪除 把這一段 刪掉重新再錄 那我現在就按下完成 接著我們到右上角這邊有一個儲存並退出 這樣就開始進行 錄製的動作 影片的類別裡面 你就會看到剛才所錄製的這個內容 他也會自動把我們加入到 剛才的 這個 投影片裡面 針對我們剛才所錄製的影片 除了您可以自由的移動 調整它的大小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針對這段影片進行剪輯 您從上面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目前 錄製的影片長度 按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 這個 左右的 時間軸調整工具 在這邊你可以自由決定 你要的 這個 影片範圍 完成之後 這樣就剪輯完成了 當然他本身也可以加上 一些動畫的效果 這樣子 您就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另外呢 在 這個地方 我們 在元素裡面 他也有一個叫做 框架的一個 物件類型 如果呢 您覺得 四四方方的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我們可以 試著 加入這樣的 圓形的框架 那你把你的影片 往裡面丟 如果呢 他有出現 像這樣子疊進去了 就表示你已經套用成功 我們就可以在 這裡面呢 套用 這個框架 也就是所謂遮罩的效果 如果 有需要做調整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進到 這個框架裡面 再針對 我們所需要的內容 的位置 我們來做一些調整 完成之後 這樣就OK 這個是 我們如果說使用簡報類型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用 那麼在使用 影片類型 的時候呢 也可以一樣的方式去使用它 所以相當的方便 如果您想要為簡報加上背景音樂 可以找到這個音訊 那麼就可以把想要 使用的音樂 拖曳到 我們的簡報裡面 那這樣子的簡報呢 它會把聲音套用在 所有的這個 簡報的頁面上 那您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 顏色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段音樂 總長是 兩分鐘三秒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簡報時間只有 21秒左右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 它所套用的 聲音的片段 如果你不是要這一段 你也可以按住它 往後面拖曳 那你可以馬上就聽到 它 就是 所會套用的片段在哪邊 那當然你也可以調整一下 我們 音量的大小聲 像這樣去做調整 都可以馬上聽到 如果呢 沒有 需要這個檔案了 你也可以直接做刪除的動作 如果您當初選擇的是影片類型的 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可以 利用這個錄製工具 來製作您的教學影片 首先呢 我們現在增加了一個空白的頁面 一樣按下錄製自己 您選擇好要錄製的 網路攝影機麥克風之後呢 我們再配合這個畫面分享 那在這邊呢 我先開了一個 Photopee 的影像處理 分頁 我們這個 畫面分享的使用方式 其實 跟您曾經使用過的Google Meet 使用的方法 其實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那您可以選擇整個螢幕畫面 其中的某一個應用視窗 也可以選擇Chrome的分頁 這樣完成之後呢 我們回到這邊 先來看一下 您會發現 在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們自動 把Webcam的畫面 套用圓形的遮罩 第二個 您剛剛所 分享的分頁 或者是整個螢幕呢 會變成 放在底下 所以我們 了解這樣的特性之後 您一樣的 可以按下記錄 現在呢我們就可以開始 錄製了 那您實際在操作的時候呢 您可以回到您的分頁 去做一個錄製的動作 好比如說 我們 這張 照片呢 是在 台中的 一德陽樓 那麼我們想要把畫面縮小 可以點選到影像裡面的 圖片尺寸 我們就可以把它縮小成 比較適合在網頁上使用的大小 確定 那您就可以透過檔案的 轉存 存成一般我們比較常用的圖片格式 如果呢您這樣錄製完成之後我們回到這邊 按下完成 接著在右上角 儲存並退出 一樣的 這個時候呢 現在呢我們就可以開始 錄製了 它會幫我們把 我們的 網路攝影機 畫面 還有呢 我們剛剛所 錄的 分頁畫面 變成 獨立的 一個檔案 所以兩個是可以分開的 那 一樣 我們可以 決定 網路攝影機 畫面的位置 那也可以透過 上面這邊去進行剪輯 但是呢針對背景的部分呢 背景的這個 圖片部分 你也可以這樣做 那也可以 直接從下方 這個地方 我們透過這裡 直接去調整 我們這一段 影片 它所能夠持續的時間 所以在下面這裡呢就比較 類似我們一般的剪接軟體一樣 那 如果像 我們要把 剛剛錄下來的分頁 把它當成背景的話你可以按右鍵 將影片設為背景 這樣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再去自行調整它的大小 只要專注在你的 這個網路攝影機畫面 只要擺放的位置啊大小 就OK了 在這裡我們補充一下 如果你的影片 像我們剛剛設為背景之後 它其實 因為錄的尺寸 跟我們 目前所使用的影片尺寸 並沒有 並沒有比例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上面的裁切 重新去調整一下 它所 比較適合的裁切位置 這樣子的話呢 您就不用擔心 就是 有需要的畫面被裁切到 接著呢我們來看看 在CAMBA裡面 影片剪接的功能要怎麼製作 比如說 我們現在呢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 把它做一個 裁切 我想要補充一些資料進來 或者是 你想要 調整 我們網路攝影機 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第1段的時候我的網路攝影機是在我們的右邊 但是我在第2段的時候 我希望呢 網路攝影機可以出現在左邊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透過剪接 那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分割 它的 鍵盤快速鍵是S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按下S 那分割成兩個畫面之後呢 您就可以在中間 新增新的頁面 這樣我們可以 做 其他資料的補充 那麼也可以在 跟 一般的 剪接軟體的方式一樣 我們可以在兩個影片中間 加上所謂的轉場效果 雖然Canva裡面的轉場效果不多 但是呢 它 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我們在影片 會有一些 就是不一樣的變化 好 這是第1個 我們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想要在Canva裡面做影片剪接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呢我們來看看 在這種影片剪輯的模式之下 如果你想要加上背景音樂的話 一樣我們可以從音訊裡面 找到想要增加的 音樂檔案把它丟進來 它預設增加的位置就會在我們這個 時間軸指標的地方 那我現在加入之後呢 你可以做幾個調整 首先 這段音樂 它本身的長度其實比我們 整段影片還長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直接 去做 整段音樂的位置 按你想要的 這個 時間長度裡面 它所能夠 這個 播放的範圍在哪邊 那你可以實際點到 你加裡面的 第二個呢 如果 你想要做的是調整它的音量 一樣點到它之後 在上面這邊 可以做音量大小的調整 那如果呢 您調整完成了 我們回到外面來 也可以透過這裡 直接 調整 整個音樂 它所要呈現的一個長度 像這樣我就可以把它 只有局限在我們的第1段裡面 那如果您有第2手第3手 沒有關係 一樣可以再把它丟到 我們的 影片裡面來 它會再增加第2個軌道第3個軌道 那如果您要刪除 點到它右上角 就有一個垃圾桶 可以把它移除 當您已經剪接完成之後 無論是這種影片類型的 還是簡報類型的 我們只要從右上角這裡的下載 直接選擇 MP4 那就可以把你完成的 內容 把它下載成一個 影片檔案 當然呢 您也可以透過所謂的分享 直接在線上 讓大家直接進來做 觀看跟瀏覽的動作 最後呢 Kamma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錄製影片的方式 它叫做展示並錄製 它會有一個叫做 錄製工作室的一個功能 那不管你是簡報型的 還是我們影片型的 都可以使用 您可以在這個地方 找到展示並錄製 進入 錄製工作室 目前這個功能 也是只能用在Chrome 還有 Suffer 這樣的瀏覽器裡面 一樣的 請你選擇你的 相機跟麥克風 當然也可以不開網路攝影機 我們就按下開始錄製 這個時候呢 您會發現我們的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會 自動擺在我們的 左下角 那下方呢 就是您原本的簡報內容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錄製 那老師呢可能 有些人會比較習慣 在 簡報的過程裡面 就順便錄製 或者是錄製的時候用 像這種 全螢幕的方式 來錄製內容 也是可以 那您就可以依照您自己的 簡報裡面的內容 還有您自己的 這個教學進度 例如我現在這個頁面已經講完了 那我就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跳到下一個 簡報頁面 那我來繼續講下去 等到 全部都結束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下 結束錄製 那他錄製的範圍 就會在您 剛剛所看到的這個紅色的框框而已 那錄製完成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 開始上傳 檔案到我們的Canva的空間裡面 您就可以 取得這個連結 或者是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您會發現我們的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會 自動擺在我們的左下角 那下方呢 就是您原本的簡報內容 好 那麼您可以看到呢 在我們這邊 有一個點 這個就是您切換簡報的那個 位置 所以這個點之前是我們的第一個 簡報頁面 這個點之後就是我們第二個簡報頁面 所以這樣子呢 使用者在瀏覽的時候也是相當的方便 請對馬路攝影機 使用者在瀏覽